FBI的人当时跟我见面说 哎呀 Miles我很难 还有CIA的人说 我很难相信这个 刘特佐是这个孟建柱的师生子 我就告诉他 你所有不相信的可能都是真的 因为你不知道共产党的邪恶 我说刘特佐到美国来可不是 搞你几个女人 睡几个明星 在对面的楼上 他们窝在买几个公寓 然后腐化腐化 那不是那么简单的 刘特佐绝对是以共产党生殖器的 这个治国海外间铁网 其中的核心的这么一部分 他没有太具体的任务 但是他有一生的完整的任务 什么叫完整的任务 就是干掉你美国 搞掉你西方世界 保护他们这些私生子女 生殖器治国的关系 据说刘特佐和艾利·布瑞迪 斯蒂芬·文 这帮人 还有海根·巴斯姆这个案子 他没完没了 早上哪 当大家都出来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 爆料革命有多少战友啊 背后的付出 没有爆料革命 七哥没有真相出来 没有公平对待七哥 七哥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就像吴正说的一定的 就是因为爆料革命 有这些战友 才把这些真相 才能弄得出来 不仅仅是七哥一个人 没有这个爆料革命 七哥没有公平 没有清白 我说这同一天 2017年9月10号 11号 马蕊案 什么 什么搜狐案 海航案 然后七哥申请征批 2017年5月份 我就知道有强奸案了 为什么 刘彦平跟我说的呀 吴正给我说的呀 他有蓝褲衩 还有精子 说马蕊怀了我双胞胎 还双胞胎 哇塞 还双胞胎 而且说他手里有我的精子 蓝内裤 你说当时 这双胞胎在哪呢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知道2017年9月1号 我就发退了 发了马蕊的照片 谁我这个事干的很不漂亮 很不男人 我很后悔 2017年10月份 他在起诉我强奸案 为啥我提前知道 因为他共产党 给我讲 拿着威胁我们 这事很大 海亥根巴森 后面的老板是谁呀 是吧 斯蒂芬问 艾利伯丁后面是谁呀 兄弟姐妹们 那哪那么简单呢 这事很大